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4日 星期一 這支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說說香港的時事 這支罕有一點 想跟大家 說一宗 嚴重的交通意外 我們也要研究一下這個就是交通意外的黑點 這個地方就叫做沙田的大沖橋 大沖橋就不是第一次發生 嚴重車禍 已經試過很多次 發生很多宗 很嚴重的交通意外 到底這個地方是不是真的有個魔咒在這裏呢 稍後跟大家盤點一下 到底這個地方發生了甚麼事 為甚麼就是不斷發生那麼嚴重的交通事故 應該沒有幾多天前才是網上有條 影片流傳 就是在附近的位置又發生了一些 很離奇 很古怪 很荒誕的交通意外 想不到 事隔沒有幾多天 又爆了一宗那麼嚴重的案件出來 這次話說就是一部白色的私家車 跟一部小巴相撞 白色的私家車攔腰撞到 這部綠色的小巴 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意外 整部小巴被撞飛 結果小巴司機死亡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 而有這個位置為甚麼不斷 重複 發生這些事件呢 今節嘗試一下 跟大家探討一下 詳細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以及繼續開Google戶口 繼續訂閱我們兩條頻道的節目 記得兩邊都支持了 星期二得道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戶口 都做這個支持六部曲 繼續 幫我們點擊廣告 欣賞廣告 打開節目的清單 播放 無限loop大法 繼續在可以打開 電腦的地方 打開節目的地方 用盡各種辦法 帶火牛回去公司叉 就可以拿手機播放 這個就是YouTube的廣告收入 YouTube也在賺錢 所以真的問他拿錢 就是天經地義 繼續回來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 案件 交通意外 雖然經常說是交通意外 交通事故 又或者是車禍 很多時候 所謂的車禍 或者是意外 都是有點不貼切 因為很多時候 都是跟人為疏忽 有關 這次這個事件 是甚麼事呢 就是有一架 白色的Audi 的私家車 又是駛到大沖橋的路口 這架白色的私家車 就是跟著 在前面的一部 黑色私家車 當時這個路口 一共有四條行車線 從左邊數上來 這架白色私家車就是第二條線 左手邊 最左面那條線 是甚麼線呢 最左手邊那條線就是向左轉的線 換句話說 第三條線和第四條線 全部三條線都是向前走 結果就是 第一條線 左邊 轉左的交通燈 當時就是綠燈 所以第一條線的車就是向左轉 問題就來了 然後就是 由左手邊數過來 第二條線 那架黑色私家車 雖然當時的交通燈顯示就是紅燈 但是這架 黑色的私家車就是繼續向前直走 然後我們在片段看到 這架白色的Audi 就是 不為意繼續跟著 前面黑色的私家車 繼續向前走 當時的Audi開得也相當之快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向前 一直加速 這個時候畫面就會看到 綠色小巴 就是橫衝出來 因為當時 綠色小巴在走的那條線 就是綠燈 當時也看到綠色小巴的車速也相當之快 結果就是 變成 這架白色的Audi私家車就是衝燈 那麼他就是攔腰 就是撞到這架 小巴的右邊 當時 綠色小巴就是立即 被撞到 飛起 由於是這架 白色的私家車就撞到 綠色的小巴的右邊 大家 有物理的常識也會知道 當時 這架小巴就是向前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再加上 右手邊 被這架白色私家車撞到 換句話說 綠色小巴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就是向著綠色小巴的左邊 彈過去 所以立即使得 這架綠色小巴失控 轉了一個圈 通常就是教物理堂的時候就會說這個問題 你撞我 其實就是我撞你 大家撞大家 應該大家承受的力量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都是形頭相撞的時候 這件事理論上是正確的 但是現在的車禍 是一架車的車頭撞到另一架車的側面 所以 力度 和情況就會不同 對於白色私家車來說 撞到小巴之後 他的力量 就是自己向後承受 所以他就是向後彈 但是對於綠色小巴來說 將他整架撞飛了 因為當時 就是高速向前走 網上流傳著兩條影片 所以從另一條 車cam的影片 就可以看到 這架綠色小巴的 中尾部 尾部被這架 白色私家車撞到 所以整架綠色小巴被撞飛 因為撞到的尾部 整架綠色小巴就是 旋轉 所以整架綠色小巴就是順時針打了一個圈 然後整架就是反轉 躺下 所以我們相信 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因為整架小巴撞到飛了 打轉的時候 整架翻側 很多時候交通以外最容易死亡的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撞好安全帶 因為整架車就飛起 裡面的乘客就飛出來 結果非常之不幸地 小巴司機就是 當場不治 翻查 資料發現 原來這個沙田大沖橋 簡直就是一個魔咒 原來在同一個路口 在2010年5月的時候也發生過 奪命的交通意外 當時 也是跟 小巴有關 當時也是一兩 專線的小巴 跟的士 在大沖橋也是十字路口 也是發生傷狀 然後整架小巴就是 翻側 然後還掉進行人隧道裏面 造成了一死六傷 也是一宗 奪命的意外 發現這個士免的路段 大沖橋路 其實不斷發生 非常嚴重的交通意外 原來在過去的12年 期間 原來 這個位置就足足 發生了33宗 不是33宗普通的碰撞 是33宗嚴重的交通意外 大家可能是開車 或是上網看看開車的片段 其實發生碰撞 是常有的交通意外 但是發生嚴重的交通意外 就不是那麼常見 因為通常的交通意外可能是 大家撞到對方的車尾 又或是有司機 踩碧梨 踩錯油門 然後就把人家撞到 通常就是輕微碰撞 但是偏偏 這些大沖橋路段 發生的意外 全部都是致命 也是十分嚴重的交通意外 科學上有一個很簡單的定義 當一件事不斷重複發生 這樣 這件事 不是一個單一事件 這件事 叫做現象 有現象的話一定有 成因 為甚麼大沖橋不斷發生 嚴重交通意外 嚴重交通意外 是這個路段的 現象 有現象的話一定是有一個原因 會促成 會這樣做 看看最近那一次 原來就是6月4日 當時又有一架 校巴 也走到這個位置 也跟一架私家車相撞 結果整架校巴就是剷了在斜坡 剷了在單車徑 幸好當時沒有人死亡 在2019年4月22日 也是在大沖橋位置 在富豪花園對開 也是一架的士 跟 一架村巴相撞 也是攔腰相撞 當時就是有 的士的男乘客昏迷 最後就是宋縣搶救不治 換句話說也是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 其實大家只要再看看 發生這個交通意外的地方 你就不難發現 其實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促成這個路段不斷發生 嚴重交通意外 首先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大的十字路口 所以正如剛才所說 足足有四條行車線 而 而這個 十字路口的前後左右 無論是打直那一條 或是打橫的那一條 的路段 全部都是一條 很長很直的直路 公路設計的朋友就知道 逢是 直路就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會使得駕駛者 很容易會做的 大家看到直路就會不停加速 原因非常之簡單 一條又窄 又多彎路的路 你就是不能夠洗太快 因為你每逢要轉彎 就算是輕微轉彎 其實車也需要減速 所以如果要測試一輛跑車 最快的速度 一定會選擇完全直的一條路 換句話說 這裡其中一個極危險的地方 就是這個十字路口本身的設計有問題 雙方 無論是打橫還是打直 都是一條 又長 又直的 公路 所以就有重大的原因 令到這裡的車 很容易會為了 就快 轉燈之前要加速 衝過去 很多時候發生嚴重交通意外 就是眼燈快轉 也看到快轉前 想加速衝過去 很多人開車也會有這個經驗 假如想因為他快轉燈要加速 首先本來你平時沒有開那麼快 但是你會忽然之間 加快了很多 第二就是因為你正在加速 假如路面 發生 忽然之間發生 有東西跳出來 例如是有車 或者是有人 撞出來的話 很容易就反應不及 由於這個路口就是一個很大型的十字路口 比一般的十字路口 大很多 廣闊很多 所以對於那些車如果想趕眼燈的話 就有可能會加速 而事實上這次 交通意外 另外 這輛綠色小巴也有可能就是希望在轉燈之前 盡快衝過這個十字路口 所以對於綠色小巴來說 它也沒有顧及 只是看到自己的線 既然是綠燈 它就全力加速直衝 這就是其中一個造成交通意外最容易發生的情況 就是掛著 要趕眼燈 實際上 要專注的駕駛者就一定要留意 路口 會不會有車 突然之間衝出來 但是當你的注意力 去了 加速 想趕在轉燈之前 就是過的時候 你的注意力 就全部就在燈身上 再加上就是白色的私家車 懷疑是看錯燈 所以無端端衝出來 令到走直線又加緊速的小巴 完全來不及被任何反應 這就是第二點 為甚麼就是這個位置 那麼容易發生意外 第三點 其實就是跟路面設計有相當大的關係 看看第一條網上的車cam 流傳的片段 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白色私家車所身處的位置 一共有四條線 但是路面的指示可能不太清楚 因為大家也有留意到 有些時候有些路口其實是有兩眼紅綠燈 一眼就是向左轉 另一眼就是向前走 最大的危險就是正正當時 前面的黑色私家車 就是向前走 很大機會就使得這輛 白色的Audi 以為當時就是可以向前走 換句話說 就是一宗看錯燈 造成的交通意外 我們不知道到底 在前面的黑色私家車 是不是特意有心衝燈 還是看錯燈 但是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為甚麼 大沖橋路 不斷發生這些難腰傷撞的交通意外 當這一件事不斷重複發生的時候 一定有原因 這個其實就是跟這個燈的路牌 各種指示 幾種因素加起來就相關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這個路口的設計是有問題 這個 不可以再去逃避 政府 就是逃避了這一種說法 當這個路口不斷出現 相同的嚴重交通意外 其實很明顯就是這個路口 這個路口的設計是有問題 這件事不可以 完全 雖然司機是有很大的責任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這個路口不斷重複 相同發生的意外 顯示了這個路段 是有很大的問題 是需要作出改善 但是我們這個政府 那麼久以來 少少改善也沒有 本來就是在說一宗交通意外 為甚麼要扯一扯 這是關政府事的 大家細心想想 同一個路口 十幾年來 發生了那麼多宗 奪命的交通意外 為甚麼奪命的交通意外不在其他地方發生呢 為甚麼有些地方 會叫做交通黑點呢 是不是純粹因為那個地方 有魔咒呢 其實細心想想你就知道 其實跟魔咒未必有關係 但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那裏的設計是有問題 而當權的人 不思進取 不打算去承認這個責任 假如是承認 原來因為設計有問題 導致那裏發生意外 換句話說 所有意外 所有東西都怪罪到他頭上來 所以細心想想 其實這個路口的設計是有問題 而這件事要負責的是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就說 沒問題 這裡一向都是這樣的 一向都有事發生 就是有嚴重的問題 跟香港的社會一樣 到最後 示威集會 不是家常變化來的 這些是社會的問題來的 所以 從各種資料 分析 我就認為 這個 責任 除了司機有責任之外 政府有很大的責任 這個路段 既然是有問題 其實要去改不是很難 你要令到那裏 減速不是很難 要加多路牌不是很難 要改了一支燈不是很難 你有幾十萬 幾十億 去起一條行人天橋 去整個垃圾音樂 噴泉 你跟我說沒有錢 去改一支交通燈 令到一支燈 以及路牌可以清晰一點 不會發生因為看錯燈 跟著充燈 的交通意外 你說笑而已 這節跟大家 分析到這裏 下次再講第二件事 拜拜